接下來我們介紹經濟學的一個很有趣的應用 拍賣 拍賣在人類的歷史中已經有好幾百年了 正式的第一篇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是在1960年左右 後來這位教授得到諾貝爾獎 我們今天講的一個叫組合拍賣 我們會解釋什麼叫組合拍賣 他是拍賣的一種特例 跟整數規劃有關 所以叫組合 組合就是0101 然後有各種選擇把組合在一起 參考的是這本學校有的電子書 什麼叫組合拍賣呢 就是你出價的人 出價 然後決定說你哪一些項目的組合要買 買135要出多少錢 買24要出多少錢 這個應用範圍很多 非常非常多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篇論文 在美國 這個是FCC 它的頻譜分配 也就是分配頻譜的執照 我們看一下這個意思 電子採購之類的 這個是美國的頻譜分配 基本上簡單的講的觀念就是說 這些電波在空氣中傳播的時候 你要走不同的頻率 它之間才不會干擾 所以就好像電台一樣 無線的收音機 比如說ICRT是100.7 諸如此類的 學校也有一個電台 它有一個頻譜 所以你在空氣中傳播的時候 才不會碰在一起 就沒辦法接收了 所以當你這個手機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 一些無線電波 那你也要每一家要不同的頻率 它才不會互相的干擾 基本上的觀念是這樣子 一般基本上 這個是屬於一個共共財 所以是屬於政府來分配 台灣也是有 台灣就是NCC 那頻譜拍賣 3G啊 4G啊 5G啊 基本上呢 就是要來分配這些頻譜的頻段 讓大家不會衝突到 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大家就要用競標的方式 來購買這些頻道 那我或者是說 電子的採購 我這個要買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提供什麼項目 要願意賣多少錢 那以採購的人而言 我要最小的成本 或是品質交貨期 各種組合 那決定說我要呢 這個採買誰的產品 那另外呢 是物流 或者是這個運輸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有一些 這個商店 或是像這個台灣的這個購物台 電視購物台 那基本上呢 有時候呢 他用的方式是用競標的方式 開賣的方式 也就是說 這個我呢 全國有這麼多的地方要送貨 然後你要出價 台北區一年多少 你願意出多少錢 由這個所謂的這個 幫你決定要運送的這個人 比如說是這個摸摸台 或是這個東升購物台之類的 來決定說 我要來採 這個採取哪一家的這個運輸的公司 到底是這個比如說新竹啊 新竹貨運啊之類的等等等 台灣呢 有非常多的物流公司 或是國際的公司 都可以來招標 所以基本上呢 這樣子一個概念呢 應用範圍非常非常多 有興趣同學 可以參考一下這篇論文裡面的 以及更多的例子 或是上網找一下資料 好 假設說呢 我們現在有四個項目要出售 然後你收到六個出價 所以第一個出價者 他呢 想要買第一個項目 然後他的出價呢 是六這個單位 六可能是六千跟六萬 或是六億 然後呢 第二呢 這個出價者 對第二個產品有興趣 他願意出三 第三個出價者呢 他對三四這兩個產品 所以是組合囉 對不對 他喜歡這兩個產品 他願意出十二 依此類推 所以呢 你呢 如果是賣方的話 你怎麼決定評價呢 利用所謂的整數規劃 也就是說呢 假設我賣給第一個人 X1 他得到6 賣給第二個人 X2得到3 賣給第六個人 我得到16 所以是16X6 那我有限制式啊 對不對 我有四個產品 所以第一個產品 有誰有興趣 第一個產品有興趣的人呢 是X1 X4跟X6 所以小或等1 因為我們只有一項產品要出賣 那同樣道理呢 第四個產品呢 誰有興趣 是3 5 6 3 5 6 小或等1 那X3呢 是決定賣不賣給這個出價者 連貨的是1 所以基本上呢 又是一個整數規劃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張講的整數規劃 所謂的整數規劃呢 就是比這個線性規劃多的整數的決測變數 然後我們就講了非常多很重要 而且有趣的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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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